最大聲 小學華麗麥套玩具小偷 老師覺得他們的心情很興奮 就是很期待這處的演示 因為有的小朋友 他還沒有這樣子的劇團的 看劇團的初體驗 今天是他們的初體驗 這樣子 再大聲一點 好開心 小朋友們直說好開心 因為市政府邀請全市的大班小朋友 到基隆表演藝術中心 觀賞兒童劇 小朋友們每人手拿一張入場票券 在老師的帶領下 有秩序地從入口進入演藝廳 體驗過程充滿教育意義 對 那還有跟孩子的互動 他們今天來都很開心 對 真的很謝謝有這個活動 對 謝謝 他們會前幾天開始期待 會很期待 我們會跟他們開始討論說 你們會覺得會 今天我們有跟他們講劇名是什麼 他們覺得說你們覺得這個在演什麼呢 那他們就會有天馬行動的一些想像 想法 對 我們就說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是不是跟我們想的一樣 對 然後會跟他們討論說 來看戲要注意什麼事情 對 對 對 包括從遊覽車啊 然後到戲劇的現場 對 然後還有等待的時候 要注意什麼事 還有跟戲劇的演員互動 因為我們就會在很前面 所以我們有跟他們提醒說 就是互動的時候要注意的一些禮貌 對 對 今年由如果兒童劇團帶來精心策劃的兒童劇 在小朋友熱情的呼喚下 四隻可愛的小恐龍一一上場 故事主要是傳遞分享的快樂 市長謝國良也親自到場與小朋友同樂 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我是強哥啦 強哥喔 不是美國奶奶 感覺是強哥 你是看我們節目長大的 太好笑了 今天很高興我們乍字強 強哥 來參加我們的很有意義的 這個兒童劇場的體驗活動 對 對 對 那我們現在在基隆基本上就是 可以說全面式的讓孩子在基隆長大 甚至讓外地的父母帶孩子到基隆遊玩 都能夠有一個好的體驗 舒適的環境跟一個很多元的玩法 那今天的這個活動也是如此 謝謝強哥今天的到來 跟我們增添光彩 謝謝 謝謝市長 謝謝 謝謝 也希望有機會能夠更多的藝術工作者 表演藝術家 或者是其他的各類型的藝術工作者 在基隆能夠為小朋友 為同學們來互動來交流 基隆其實一直是我們很期待在這邊 能夠展現的舞台 這個劇場體驗活動也特別邀請 伊甸基金會早聊班學童共同欣賞 將藝文欣賞融入愛與分享 而從現場觀察 透過劇場的互動 也讓小朋友能學習劇場禮儀 落實品德教育 藉此學習到課本以外 寶貴的知識和經驗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阿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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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唔